经济部上个月预告爱奇艺条款 禁止台湾业者代理中国OTT平台 预告其满即日起生效 只要业者继续代理将会开罚 不过像是在台湾 拥有200万用户的爱奇艺 如果变成境外交易的话 没有在地克服 一旦出现消费争议 民众就只能自己想办法解决 爱奇艺在台湾代理商 今天受访时强调 虽然对经济部的禁令无法理解 认为政府这样是扼杀活水 但还是会遵守将进行内部裁员 打开电脑输入关键字 各种影剧时禁秀任选 不少人喜欢透过像是爱奇艺 腾讯TV等知名网路影音平台 线上追剧 但经济部上个月才预告 将禁止台湾业者代理中国OTT平台 预告其14天期满 3号正式公告 只要业者继续代理不排除开罚 面对相关业务的紧缩 OTT娱乐 势必得面对一波裁员的痛苦决定 台湾地区的所有用户 仍然可以继续上网 收看爱奇艺 我们对于经济部的禁令 完全无法理解 经济部打击中国OTT台湾代理业者 虽然观看内容不会有影响 但是变成境外交易 没有在地克服 一旦出现消费争议 民众只能自己想办法 其中像是爱奇艺 在台拥有超过200万名用户 权益恐怕会大受影响 对此NCC强调 将会进一步协助用户 跟业者协调 希望业者可以在他的网页充分揭露 他的营业资讯 以及服务条款 就是让消费者可以有一个资讯选择 尽管业者端批评政府管太多 阻碍产业发展 不过也有有限宽评业者认为 应该让不合法OTT业者退出市场 还是必须要这个经营者本身是符合 两岸关系条例的规定 那么代理商才有合法的空间 OTT TV专法 战火持续延烧 就怕最后消费者权益 沦为牺牲品 记者综合报道